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呢 我们已经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150多个国家 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 我们也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不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 正如刚才所简要介绍的2013到2022年 我们累计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了2400亿美元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共建国家 在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对接 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政府引导国际规则这样的原则 激发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提升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水平 促进消除贫困 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 让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 更好地汇集各国人民